喜悦之道 第十七章 活在更高的目的里 游戏练习 练习一 发出你灵魂的音调 将你灵魂的特质助助你 那些特质是更高的目的 光 爱 力量 能量 明星 和平 平衡与喜悦 想象你现在就与你的灵魂连结 而向内发出你灵魂的音调 当你这样做时 想象这些灵魂的特质流进你 变成你知所事 在每个层面上强化着你 有希儿 当你发出你灵魂的音调 容许你的心敞开 你可以透过爱表达你灵魂的更高目的 想象你放送出你灵魂的爱 与同情与同情给你的朋友 练习 练习三 现在想一个你能明确表达你灵魂更高目的的方式 与你灵魂的音调的爱 换上别人的生活 那也会是灵魂的 创造这目的如何对人类有助益 练习四 以这个方式 你能采取向着这目的怎么样的一步 不论是多小的一步 来表达你灵魂的更高目的呢 每日喜悦静心练习 将你的双眼闭上 顶直你的脊椎 缓慢地深呼吸 吸气吐气 逐渐放松身体 放松头 肩膀 上背部 放松下背部 放松伤脚 放松手臂 静静的呼吸 在吐气的时候 将所有 你不想要的 沉重的 负面的能量都吐出 让自己 恢复平静 回到内在 此刻 我们呼吸 你的大我 你的灵魂 与你连接 感觉 感觉你 就是你的大我 感觉 它的光 包围着你 爱你 接纳你 今天 我们将聚焦在你的更高目的上 选择 选择加速你灵性的成长 你要设定你要活在更高的目的的意图 当你预想未来的日子 想象你一整天都觉知到你更高的目的 在一天中常常停下来 例如 当你结束一个活动或互动时 要开始下一个活动的时候 你问你的灵魂 现在 我的更高目的是什么 而当你问这个问题 你最内在的自己 将送给你 关于下一步路 该怎么做的能量与指引 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常开接受 一切来到你的脑海 或之后发生的东西 也许你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或者是否有人来到你面前来看你 学习信任 下一步无论发生什么 都是与你的灵魂 宇宙有关 而在一天结束前 你可以回数一下 当你聚焦在你的更高目的时 你的日子是如何的不同 你改变了你真合的活动吗 你以心而不同的方式 做了任何事吗 而你对今天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你聚焦在活出 你更高目的时 你就是与宇宙和谐的 门会打开 同时性的事件发生 你处在轻松而喜悦的能量流里 现在就感受你跟你灵魂的连结 以及你们所有共同的创造 我会让你感觉到